ADF先进战机计划预计在2024年完成第一阶段的发动机与机体设计 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战机服役 该计划的预算为180亿综合研发经费 总投资预计将超过4000亿元 战斗机研发涉及从引擎到隐身涂料的众多技术 各国对此信息视为最高机密 这也是台湾下一代战斗机面临的主要挑战 台湾空军在成功研发经过号IDF战机后 军事航空产业进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停滞期 此外IDF战机预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达到机体寿命的上限 需要进行大规模更替 尽管2021年底不易的永鹰教练机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教练机的性能依然无法满足现代战场的需求 因此研发能够替代IDF的下一代多功能战斗机 成为台湾空军在未来十年的重要任务 接下来我们讨论ADF先进防御战机 这一国际国造项目的重要性在于避免对外依赖 同时在有限的预算内 以相同的价格获得更多产品 降低外国厂商的中介成本 此外这也有助于提升台湾的科研能力 确保在关键时刻不被技术落后所困 目前台湾空军拥有140架F-16战斗机 54架幻影2000战斗机和129架IDF金国号战机 然而幻影战机因缺乏法国的资源支持 而在零部件和升级方面面临停滞 而IDF战机已服役超过30年 尽管当年作为轻型四代机具备一定战斗能力 但在当前纷纷研发五代战机的背景下 显得捉襟见肘 如果幻影和IDF战机全部退役 而美国又不愿意出售F-35战机 空军将面临巨大的战机断层 因此台湾具备自主生产能力的前提下 美国才可能向其提供先进武器 相较于7代美国出售F-35 自行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将是更可行的选择 IDF战斗机的研发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涉及从引擎到隐身涂料的机密技术 这些正是台湾下一代战机急需攻克的难题 根据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表述 IDF先进战机计划准备在2024年 完成第一阶段的发动机与机体设计研发 该计划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与汉翔公司共同推进 命名为大魔王计划 其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武力 研发方希望直接跨越五代机阶段 迈向六代机 尽管更可能接近四代半水平 目前的设计需求包括 EESA主动向位阵列雷达 以身性能内置弹舱 能够搭载四枚中程空对空导弹 并具备主动电子战系统 据内部人士透露 ADF战机已经完成冬冻测试 外形设计基本定型 当前研发的重点转向引擎和可变喷嘴设计 但确认该战机将不具备短长起降能力 发动机研发是ADF计划中的关键难题之一 但台湾可选的技术方案和引擎供应非常有限 目前台湾的织女星计划从2016年开始 以IDF战机的TFE1042引擎为基础进行改进研发 可能会采用其后续型号TFE1088-12 TFE1088-12的改进版最大推力可达12000磅 计划在今年进入热段燃烧测试阶段 该测试需要在高温燃烧式和高温涡轮环境中进行 对技术精度和制造工艺要求极高 这类技术通常需要数十年的经验积累 虽然研发已在进行中 但早期版本ADF战机很可能需要使用外购引擎来补充动力 或视为较现实的备选方案 目前的TFE1042最大推力为9000磅 若ADF配备双引擎组合 则推力总和仅为18000磅 显然难以满足要求 若采用升级版TFE1088 则可将总推力提升至24000磅 相对更符合战机的性能需求 外购引擎方案中 一种选择是美国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 所搭载的F414引擎 这款引擎也应用在韩国的KFX战机上 单台F414引擎的最大推力为22000磅 双发组合的总推力则可达44000磅 此外 上代产品F404引擎也是可行方案 双发组合的推力约为35000磅 基本达到TFE1042的两倍 这款F404引擎已被用于韩国T50高级教练机 瑞典JAS39战斗机和印度的LCA光辉战斗机 因其在多国装备采购中受到的外交限制相对较少 若ADF选择搭载F414引擎 那么势必要增大机体尺寸 使其成为一款航程和载弹量更大的重型战斗机 这不仅要求更高的飞行员操作技能 还需要美国的全面技术支持 实施难度不小 2020年 汉翔公司在台中建立了洛克希德的后勤维修中心 以使台湾在F16战机的维修领域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然而 若采购F414 仍需解决相当的技术障碍 另一个较为不实际的方案是 使用两台F16所用的F110引擎 这将使台湾空军后勤维修负担减轻 但由于F110引擎造价和维护成本较高 且单引擎推力已达3万磅 双发配置将产生惊人的6万磅推力 类似于土耳其的TFX战机或美军的F15EX重型战机 然而 这与台湾的设计需求背道而驰 不符合ADF对中型战机的设计目标 因此 ADF可能会采用单引擎设计 类似于F16的放大版和隐身化版本 在引擎选择方面 同时进行外购和自主研发的策略 或许更为务实 自行研发达到标准性能的引擎难度高 但技术积累对未来至关重要 因此 同步研发不同批次战机将成为合理方案 然而 这种方案对经费的需求较大 也成为当前计划的主要挑战之一 ADF的发动机研发预算 约为美制引擎研发预算的六分之一 难以支持高强度的技术开发 在武器整合方面 ADF战机将主要使用天舰2C中程空空导弹 其射程可达100公里 战机升空后可在海峡中线发射四枚中程导弹 进行高速反击 这款导弹具备6马克速度 且拥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 能够增强ADF的空战作战效果 这些整合与开发工作 将进一步推动 台湾实现具备自主防御能力的目标 内部人士分享了ADF战机的研发进展 并透露出未来空军武器的发展方向 在中山科学研究院先前发布的渲染图中 一枚具备远程能力的空空导弹引人注目 外形类似欧洲流星导弹 新一代天舰2预计会使用冲压发动机 射程范围将大幅提升至150至200公里 且动力增强后 不仅射程增加 其不可逃逸区也将扩展至约60公里 使得目标命中率更高 但代价是价格不菲 可能是当前天舰导弹的四倍 尽管台湾具备冲压发动机技术 但要实现小型化设计 工程上的难度仍然不小 在进程空空导弹方面 ADF战机极有可能配备天舰3 这是以天舰1为基础研发的新型号 目标是具备美国AM-9X导弹的 离轴发射能力 具备离轴发射能力 将使战机在空战中占据更大优势 但为了充分利用天舰3的特性 ADF还需要实现360度的交战能力 如果能够支持发射后锁定技术 将更进一步提升空战灵活性和作战效果 虽然目前ADF的机身外形设计图还未公开 但可以预计其外观可能会采用隐身性较强的设计 比如有传闻称该机可能会使用推力矢量喷嘴 取代传统尾翼 从而进一步增强隐身性能 然而推力矢量技术在ADF上应用的难度较大 因此最终设计可能仍然会采用双锤尾布局 此外台湾尽管在芯片产业上具有世界领先地位 但非翼非控系统的开发和优化一直是技术难点 过去没有类似的研发经验也增加了难度 在隐身性能方面 ADF的机体设计可以遵循现有隐身原理 挑战更大的是高效隐身涂层 隐身进气道 隐形坐舱罩及内置弹舱等技术 要实现较强的雷达隐身效果 机体设计的每个细节都需精密打磨 这些方面可能需要美国的技术支持 ADF项目面临的另一大问题 是技术积累和研发经费的双重限制 当前的经费管理政策 往往希望以最低的预算换取最高的性能 虽然控制预算至关重要 但战斗机研发并无捷径可循 必须脚踏实地 要保证研发的顺利推进 不仅需要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汉祥公司的科研团队 投入大量精力 社会大众也需理解武器装备研发的复杂性 并支持国防建设的提升 未来若是参照2027年前可能的武力冲突所规划 台湾应优先考虑防御建设的支出 其他社会发展项目则应适度让步 正如家中储存再多财富 若没有安全保障 外来威胁中会另一切变得无意义 为了让ADF计划顺利推进 期望台湾能为防御预算提供充足支持 目前虽然已投入大量经费用于潜艇 水面舰艇及F-16的升级 但ADF计划对空军至关重要 绝不能轻言放弃 完成ADF研发仍需国外技术支持 这与F-35联合研发模式相似 是现代战机研发的常态 但台湾特殊的国际环境 或会使得技术获取难度加大 不过不必对此过度担忧 相比潜艇向 台湾在战斗机研发上已有先前的基础 且在新技术整合方面 中山科学研究院具备丰富经验 若进展顺利 在预算增幅下有望如期完成研发 然而ADF的计划成本不菲 要量产180架 则需至少投入4000亿新台币 我认为 务实的选择是将其性能优化之四 五代水准 不必一味追求五代机性能 拥有新型战机 比等待多年更具战略地义 且对于替换老旧战机而言 ADF是当前的最佳解决方案 尤其对台湾而言 作为防守方 过度追求隐身性能的收益有限 反而可能受到技术封锁 因此 希望ADF能早日进入空军装备序列 向我们的科研团队致敬 预祝项目一路顺利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期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aben订阅订阅